来源QQ堪点文艺女青年 新山说起抗日战争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为黑暗屈辱的一段时期 在日军侵华期间日本军队对中国的百姓进行了灭绝人性的屠杀 不光如此日本军队为了发泄自己的受益还在东亚的区大肆抓捕 一些少女作为慰安妇 这些慰安妇是日军暴行的受害者 也是见证者 他们用自己悲惨的遭遇证明了日军的惨暴无情 这些慰安妇在日军慰安所里过着生不如死的生活 他们每个人每天都要被迫招待即使明日军 有时候即使是生理气到来 依旧要被迫招待士兵 许多少女因为承受付了打击为精神失常 还有人因此自杀 在当时卫生条件是十分糟糕的 有无无事战争年代 战场会有许多的尸体来不及清理 这些尸体成为了诸多病菌的温床 为了不让那些慰安妇把疾病传染给日本士兵 日本对所有的慰安妇都注射一种名为606的真剂 这种真剂的主要作用是 遏制体内病菌的滋生 还有防止性病以及打胎的作用 然而这种药物对于人体的副作用是非常大的 这些日本人明知道这种药剂对于人体的危害 但还是坚持使用 在他们眼中这些少女纯粹就是用来发泄的工具 根本无需靠律器感受 而由于这些药剂的副作用 这些慰安妇在被借救出来之后 也无法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因为这些药剂使得他们失去了生育能力 而且他们也尽力不让别人知道自己 有如此一段屈辱的过往 毕竟任谁都不会愿意让自己这段过往 被人们知道战争是残酷的 但是这些少女却是无辜的 他们没有任何过错 但是他们却要忍受非常人所能够忍受的屈辱 一个个少女美丽的年华 就这样葬送与魔爪之下 对于这段历史 对无这些未安妇的遭遇 我们永远都不能够忘记 也永远都不能够原谅 而作为始作勇者的日本 对于这些罪行却从来没有真实 而是一直采取歪曲历史的方法 逃避自己的罪行 但是历史就在那里 无论它如何歪曲 他们的行径就摆在那里 无数血症都在诉说住那段过往 请不吝点赞订阅